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公正 昨天加權指數大漲了124點 昨天晚上台股的夜盤 也大漲了124點 昨天台子夜盤 已經接近了13500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 在昨天晚上也是大漲了2%以上 其實我相信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會去有這樣子的分析 會想說本波台股 到底會反彈到哪裡 因為你去看 其實以目前整體的 國際股市來講 近期的反彈 它算是剛開始而已 當然說很多人會去預測說 這一次指數 加權指數 它會到13500 13600 14000點 會去預測這樣子的反彈空間 我覺得說目前去預測 這類型的反彈空間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反而應該要去思考說 在目前的行情 這麼好的行情 我們能夠把財富提升到哪裡 其實目前的氛圍跟2019年 當時疫情剛爆發 當時氛圍是有點類似 大家去回想一下 當時最低跌到的8523 從8523一路漲到了接近2萬點 沒有錯嘛 但是當時的市場氛圍 其實說最低點見到了8523 大家一定會去分析 可能說反彈到9000點 反彈到1萬點 1萬1 1萬2 會去做一層一層的分析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其實在當時8523點 你去預測一個高點 你會錯過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目前的加權指數 也是一樣的概念 目前的加權指數 大家就要知道 超跌段可遇不可求 因為有9月跟10月非理性的沙盤 所以才會有超跌段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說加權指數會反彈到哪裡 不重要 因為你如果去預設一個反彈空間 你會錯過非常非常多的獲利機會 你去想我們其實正式開始去大買股票 也不過就是一週半的時間 但是這一週半的時間 你去看我們的獲利幅度 已經到了多少 除了說世新創意 這兩檔我們價差都是超過了100元 那包含上禮拜的銅箔基板 台光店連貌台藥 單週漲幅都超過了20% 那金居更不用講 8358的金居 漲幅已經超過了30% 好這是上週的 那一直到本週 本週也不過是過了兩個交易日 本週一的6643的M31漲停板 昨天我們在上週布局的立凱 5227的立凱 也是一根漲停板 你去看其實說這些股票 它全部都是建立在一週半的時間而已 所以就像我們上週所講的吧 行情這麼好 賺錢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有時間去管總金 所以其實現階段你說指數會反彈到哪裡去不重要 就是把握目前的超跌段 我們就盡量去 盡量去把資金的效益發揮到最大 所以你去看 10月27當時就公開講過了嘛 在我的Light 在我的Light當天講得非常清楚 超底秤現在 從10月27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昨天的收盤 這個價差至少是700點左右了 10月27 為什麼在10月27 我們會在Light公開告訴大家超底秤現在 因為我們在10月12號 已經把台股最壞的狀況預設出來 當時有講10月12號 台股最壞會跌到12,500點到12,600點 既然已經預設出最壞的狀況 當指數來到了我們預設的位置 12,629點 我們當然就是去大買股票 所以你去看 我們在這一根長黑 13,000點之上 先去預設出12,500 是最後的狀況 一旦來了我們開始大買股票 一直到昨天這一段 700點左右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行情規劃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當行情 如果說當整個盤面沒有機會 沒有行情 那我們可以先持有現金 沒有問題 沒有行情不用去硬賺 但是當行情來了 一定就是盡全力去買 所以目前就是 整個行情 整個國際資金已經開始在回流 這些超底的股票 會慢慢的開始補漲上來 應該說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這些就是幾乎是這種分體 所以在我的Lite裡面 直接掃描QR Code 或輸入ID 小老鼠 WE178 WE178 裡面都會有最新的標股資訊 包含上週的銅箔基板 創意四星 本週的利凱跟M31 好那我們回到重點 總之這個時間點 指數會反彈到哪裡不重要 要去思考可以利用這一波反彈 我們可以把財富提升到哪裡去 那再來 就是說其實很多股票 它的概念都跟四星跟創意是一樣 它是因為某一項特定的利空 導致說它的股價出現比較非理性的下殺 那這就是大家在講的 勝率最高的一段 風險小而且利潤大 重點是它的勝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就像我們本週一直在講 其實說不論說下跌的原因是怎麼樣 只要符合三大條件 趨勢產業 明年的數字漂亮 再加上股價便宜 它一定會漲上去 那包含像是應該說整個第四季 整個第四季的獲利機會 包含說接下來 會有一些做夢題材也開始發酵 這些也都是盤面上的機會 5227的利凱 你去看 5227的利凱 為什麼我們會在上週去做切入 你去看喔 利凱我們上週70元左右去買 70元以下買進 昨天一根漲停板最高來到79.4 又是一檔獲利10元的股票 短短幾天就獲利10元一根漲停板 那其實利凱它就是很標準 第四季的特色 因為你去看 利凱這檔股票 它基本上乍看之下 會不在我的選股範圍 利凱它今年的數字很爛 去年前年的數字都很爛 它就是一檔虧損的公司 利凱就是一檔虧損的公司 那你說為什麼會去買 很簡單 因為在第四季會進入財報空窗期 所以這些有夢 有一個未來的題材 它就會開始有資金轉入 所以你看 527的利凱 台廠少數磷酸鋰鐵電池的正極材料 算是唯一一檔磷酸鋰鐵電池的正極材料 因為其他的都是三元鋰電池的材料 它有一個未來的轉機夢 有一個未來的轉機夢 再加上技術面牆是一根漲停板 上週買昨天一根漲停板 所以其實這也是在整個第四季 另外一塊的獲利機會 那其實像這類型做夢的題材 它比這些超跌的股票更容易去賺 它只要說未來有一個漂亮的夢 技術面轉牆我們買進去 就是賺錢 所以這就是搭配操作 除了說一些跌升的股票以外 那包含像這類型 它未來有一個夢 這就是我們短線操作的標的 所以其實目前的盤面 整個氛圍那跟整個市場性新度 其實都是非常的充足 那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賺錢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有時間去管總金怎麼樣 通膨怎麼樣 升息怎麼樣 是不是 我們上週就一直在強調這樣的邏輯 其實行情不好 我們才會去看總金 但是當行情來了 我們當然是想辦法賺到最多的錢 誰還去管總金怎麼樣 尤其是說其實不論說升息啦 還是說通膨 很多這些外在的因素 股票市場都反映過了 你去看一下 美元指數 其實說看美元指數就會知道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這個頭部幾乎也是 已經快要成型了 這個頭部也是做得很漂亮 就算不是頭部 美元這樣子的型態 它要再過高也有一定的難度在 那如果說美元 它這個型態已經開始做出頭部 即將要回落的話 會有更大量的資金回流到台股 等於是說美元目前的型態 它要去過高也有一定的難度在 那只要美元不過高 其實台股中很多的股票一定會開始補漲 這也是說為什麼你現在一定要去買股票 因為這樣子的機會可遇不可求 不用去預設說台股會反彈到哪裡 如果真的要去預設你就去看8523 8523全市場都在說這只是反彈 這只是反彈 結果從8523一路 嘎了一年多的時間 一路走到了接近兩萬點 3661的四星 3661的四星這就是很標準被誤殺的股票 四星當時就像我們講的這個位置 其實說四星跟創意 為什麼我們有辦法說在氛圍這麼差的環境之下去做低階 我們在抄底的時間 投信一直在賣抄 投信一直在賣 整個市場的氛圍也不好 技術面也非常疲弱 為什麼我們敢去抄底 因為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讓你買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結果這個東西就是夠了解產業 了解未來的數字 你就會在這個位置 知道說它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標的 10月13號當時有講 這個位置是過度反應 三根跌停板過後進場去抄底 10月17號 持續抄底 10月21號 這個位置投信都還在賣 我們就進場去減便宜 我們就進場去減便宜 10月16 持續進場去抄底 10月18 開始有買盤進場 653 11月1號 677 11月2號 685 11月3號 709 11月4號 725 11月7號 797 漲停板 我們都是這樣一路追蹤上來 好那你去看 昨天我沒有講 11月7號 797 一根漲停板 但是 短線上的行警 差不多要結束了 因為公司派在上禮拜五 已經出來澄清 其實 它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 大約是1到2%左右而已 那公司派出來澄清過後 一大堆的法人也開始出報告 包含說 像是 大摩 小摩 匯豐 或是說 國內一些本土券商 一大堆 加一加至少是6到7篇以上 這麼多的報告 就像我們昨天早上所講的 其實當整個市場都認同 世新它是被誤殺 行情也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看 你如果說看到上禮拜五 世新的法術會 出來澄清 你只能買在 本週一這一根漲停板 沒有錯 因為世新它是在上禮拜五下午 召開法術會 所以看完法術會要買 就只能買在這一根 但是追在這一根 昨天剛剛好 又拉回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真正最好的買點 一定是在市場最不認同的位置 那昨天 因為說它已經回到了 低根跌停板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也是順勢先獲利一趟 單張就是大賺了200元 3661的世新 所以3661的世新 這就是很標準 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幫助你買到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光是這段操作 我們買一張 就是賺20萬 你隨便敲個一張 昨天就是20萬回來 是不是 所以目前其實 世新跟創意算是一個範例 那很多的股票大邏輯都是一樣 世新跟創意 它是因為美國禁令造成的誤殺 所以才會有勝率 接近百分之百的超跌段 那其他的股票也是 它可能沒有遇到美國禁令 但是它也是遇到不同因素的下跌 可能是法人的停損賣壓 可能是恐慌性的下殺 不論怎麼樣 反正它就是被誤殺 就是被殺過頭 那只要是被殺過頭 接下來補漲空間 它就是大家在講的吧 勝率最高的一段 所以你看 這一段就很標準 因為美國禁令的影響下來 往上拉 這就是勝率最高的超跌段 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3443的創意 創意也是 投信一路賣 那我們一路下去做超跌 10月14號 433 10月17一直到 10月17號 投信都還在賣 10月11號 398 10月18 470 10月31 489.5 11月1號 493 11月2號 508 上週四 11月3號 當天有講 我們在這個位置先獲利出場 因為它已經接近了前方的高點 昨天最高來到604 創意我們單張的價差 從430均價430 大約是賣在550左右 單張獲利也是超過了120元以上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盤面上的獲利機會 所以其實說 在這樣子的氛圍裡面 美元它的頭部也已經成形 千萬不要去預設 反彈的滿足點 不重要 而是說要怎麼樣利用這樣的機會 把自己的財富提升到最大 所以把握機會 我們在今天收盤以前 一樣會進場 全新抄疊的黑馬股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所以說台股本波的反彈滿足點 會到哪裡 不需要去預設 你去預設反彈的滿足點 只會限制你自己的獲利機會 這真的沒什麼意義 尤其是說台股早就已經反映過 未來的一些景氣利空 包含美股也是一樣 所以你去預設這些 反彈的滿足點 你會錯過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就像是我們在 不過就是短短一週半的時間 台光電 聯帽 台藥 金居 這些獲利都是超過20%以上 創意跟世新更不用講 單艙價差都接近150元 利凱 M31 全部都是接近了兩根漲停板 所以說其實 很多人會有這樣子的邏輯說 這一次一定不一樣 這一次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可能不會像以前這樣子的反彈 像是創意跟世新也是 當時我就一直強調說 其實世新這一次 不過就是去年飛騰事件的縮小版而已 大家會說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比以前更嚴重 但是回過頭來看 事實證明這就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一次台股反彈 其實說它的邏輯也是一樣 利空反應過 這一波上去 它是有機會 1000點 2000點 3000點 這都不是不可能 所以不用去預設這樣子的滿足點 因為你去看指數 你去看當時的8523點 這個位置 這裡 當時因為疫情的影響跌到8523點 你去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 從8523到9000到1萬到1萬1到1萬2到1萬3 這沿路從8523一直到1萬8600點 這一路上你會聽到說 整個市場就會告訴你 滿足點在哪裡 9000點是滿足點 9500點 1萬點 10500點是滿足點 但是它就是一路嘎一路嘎 嘎到18600點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講的 有些機會它是可遇不可求 那既然來了 我們就是好好把握 盡全力去賺 不用去預設什麼反彈滿足點 所以在我的Light裡面 在我的Light裡面 每天都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包含上週的通勃機板 還有像是利凱M3 這些都有在裡面公開分享過 直接掃描QR Code加入 或輸入我的ID 小老鼠WE178 當然說近期有很多人要跟著操作 我們也有推出特殊的一些專案 大家就自己加入去看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是 不需要去過度分析大盤的因素 或是說反彈會反彈到哪裡 我們就是專注在這些 已經超跌過後的股票 因為就像創意好了 創意跟世新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說創意這個位置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買點 跌破400元 這幾乎是勝率百分之百的買點 這沒有什麼理由好不長 問題是重點來了 你說要出現這樣子的下殺 這不是說你要就會有的下殺 他是說 他是建立在美國禁令上面 由美國禁令這件事 他才會有這麼漂亮的買點 但是美國禁令這件事 他不是說隨時要就會有 誰會知道美國突然推出禁令 既然出來了我們就是把握這樣的機會 其實其他的股票大邏輯也是一樣 9月跟10月 他就是因為一些外債因素 而導致股價出現非理性的下殺 這種下殺的機會 本來就是可遇不可求 因為有9月跟10月 才會有目前的機會 所以大家在問的有沒有什麼股票 勝率接近了百分之百 目前的盤面就是答案 6643的M31 四星跟創意漲上來之後 M31幾乎是送分題 四星跟創意漲上來 那M31他其實屬性是很類似 又下上說M31他本來就是台廠中 最純的IP股 2023預估15元 先進IP趨勢明確 數字漂亮 股價便宜 本週一一根漲停板 我們上週買在340元以下 本週一378元 昨天最高到了397元 我們上週買340元 一直到昨天 單張的價差又是超過了60元左右 一張進去 昨天又是6萬元出來 這就是目前行情的最佳寫照 怎麼會有時間去管總金 我們賺錢都已經來不及了 當然是專注在盤面上的活力機會 那像6643的M31他也是 這個位置他也是被誤殺 340元以下進場 一直到昨天397 獲利就是60元 先進IP 重點是2023年 預估15元起跳 15元起跳 對比上不到350元的股價 能看嗎 這個一定是漲上去的 就是說 他的股價跟他的預估獲利 已經不成正比 既然說不成正比 他就一定會不漲上去 所以包含像四星 包含像創意 包含像M31 這些獲利機會 全部都是建立在 產業加數字 只有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到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這裡 產業加數字 其實他就是 能夠賺到四星M31 創意真正的關鍵 所以這也是你要找我 最大的原因 因為產業加數字 本來就是我們最擅長的 除了說這些超跌的股票以外 在整個第四季的重頭戲 當然就是做夢行情 因為說做夢行情這個東西 它的操作難易度 遠比超跌的股票還要容易做 就是說他未來有一個很漂亮的夢 技術面轉向切入 我們就是開始賺錢 527的立凱 527的立凱 它這幾年全部都是虧損 它就是一檔虧損的股票 一檔虧損的股票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未來很漂亮的夢 所以上週技術面轉向 昨天就一根漲停板直接上去 那在接下來 會有越來越多這類型的股票 那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賺錢的難易度非常的低 就是有一個夢 技術面轉向切入就是賺錢 包含像是元宇宙啦 或是一些顯卡族群 其實都符合這樣的邏輯 其實目前整個盤面上的獲利機會 就是疊生的股票 加上第四季做夢行情的股票 兩個搭配在一起 獲利速度會非常的快 那包含像我們上週所講的金居也是 8358的金居 金居我們也是在40元以下佈局 那上週就一路往上拉 那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昨天50元上下 我們已經獲利一趟 從40元以下一直到50元上下 這一段也是足足30%左右 這也是很明顯超跌的股票 所以把握機會 我們昨天 我們在這幾天 把創意、世新、金居 全部都已經獲利出場 我們在這幾天 會即將轉進全新疊生的黑馬股 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目前的整個盤面 獲利機會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除了說疊生股以外 我們還會搭配上整個第四季的特產 做夢的個股下去做操作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手上的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詢問 最後祝福各位操作順利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